有人拍到了活着的3iAtlas 你看一个发光体在黑暗里飘移 运动轨迹十分流畅 造型科技感十足 甚至带着点生命感 瞬间就在很多社交平台刷屏了 难道真有人拍摄到 它穿越太阳系的画面了 而且不少人深信不疑 这么说吧 它与真实的天文数据并不相符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以及天文学家怎么看 还有现在对3iAtlas的真实研究中 到底还发现了什么 这个影片是10月27日 发布在某社交平台上的内容 配文写的是 3iAtlas新画面出炉 和以往AI生成的画面不同 以往都是飞船 但这个看着像活物的 就特别吸引人 几小时内 这段影片便病毒式传播开了 甚至把影片给AI后 它生成的摘要都标注为 星际彗星3iAtlas 这一下直接强化了这一虚假说法 我们外行看热闹 但天文学家看的是门道 直接就指出 影片根本没有真实太空影像的 关键特征 背景中没有恒星 光线也不稳定 看不到彗星特有的 绘发与绘尾 而真实的望远镜 彗星影像总会因长时间曝光呈现出噪点 散射着光和微弱的轨迹 但这段影片里毫无这些特征 甚至还有人专门核查这件事 最后核对发现所有天文数据库中 都没有这段影片的记录 它与NASA和ESA 以及目前追踪3iAtlas的天文台都没有关联 你是不是以为这事就完了 不不不 答案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微生物学家杰克·吉尔伯特教授的回应 解开了谜团 这是草铝虫 一种淡水单细胞生物 在显微镜下 草铝虫通过数千根微小的鲜毛运动 形成优美的波浪状轨迹 在特定光线条件下拍摄 这些运动轨迹会显得空灵飘渺 甚至带有宇宙感 当这段影片被裁剪条案后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遥远太空中的巨大天体 这段影片最初很可能是一段小型生物学教学素材 却在脱离原始环境后 被当作太空影像传播 最后是这种微生物竟被误传为星际毁星 尽管这段病毒式影片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关注 但它的源头只是一滴水珠 根本不是太空 这也给大家提个醒 互联网越发达越容易产生误导 但更讽刺的是 真实的三爱Atlas 根本不需要刻意杜撰它 本身就是今年最重大的宇宙发现之一 从今年的7月1日 夏威夷小行星地面撞击最后警报系统 首次探测到它后 直接让它成为继2017年的奥默默 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之后 人类确认的第三个星际天体 对天文学家来说 三爱Atlas是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天然信使 它很可能在数十亿年前形成于某颗遥远恒星周围 在该恒星系统早期演化阶段被弹射出来 历经亿万年星际漂泊 如今终于抵达太阳系 这颗宇宙化石的科学价值 藏在它特殊的化学成分里 挪威双子座南望远镜 与欧洲南方天门台的观测显示 三爱Atlas靠近太阳时 虽会释放气体 形成微弱彗尾 符合彗星的基本特征 但其光谱数据却颠覆了常规认知 一氧化碳与水冰的比例 溢于太阳系内所有已知彗星 暗示它诞生于 比太阳系早期星云寒冷的多的宇宙环境 更令人惊喜的是 智力甚大望远镜近期探测到 其绘法中存在发光的镍蒸气 结合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的数据 还发现其二氧化碳含量远高于水冰 且未检测到铁元素 这意味着镍可能以有机化合物结合态存在 而非传统高温气化产生 其释放机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然而各种杂乱的解读影片 又让普通人很难辨别真假 反而掩盖了真实的科研进展 但是尽管这个影片与三I Atlas毫无关系 却展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不同尺度的宇宙中 似乎存在着相似的运动模式 显微镜下 草吕虫流畅的波动轨迹 与彗星彗尾中尘埃和离子的动态 在视觉上高度相似 两者虽处于完全不同的物理环境中 却都遵循流体运动和光散射原理 这种表面的相似性提醒我们 自然界的运行存在重复规律 但科学研究依赖的是证据而非表象 真正的科学发现 建立在可复现的数据 严谨的观测和同行评审之上 而非微薄点击量而传播的匿名影片 三I Atlas的真正魅力 不在于它的外观 而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于宇宙的未知 而关于这个影片又把互联网那个问题暴露出来了 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超事实核查的速度 在社交媒体时代 这种博眼球和新奇性内容 远远比准确性内容更受欢迎 这也是此类误导性内容泛滥的原因 一段简短神秘的影片 配上吸引眼球的标题 每等专家介入核查前 就传遍全网 甚至联用于信息总结的AI系统 有时也会重复虚假标题 进一步放大误导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天文爱好者 大可以在紫金山天文台 还有像NASA ESA等等这类正规的天文机构查询 而且每当有真实的天文发现时 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 公开发布影像和轨道数据 提供给大众核查真伪 如果一段影片 没有已知的天文台或航天任务 那可信度还是要谨慎对待 最后站在科学研究层面 对3I Atlas的探索仍在继续 12月19日 它将抵达离地球最近的位置 届时 威拉鲁宾天文台与全球各大设备 将联手观测 重点追踪其亮度变化 与成分释放 试图解答一个核心疑问 它究竟是传统意义上的 彗星 岩石质 星际碎片 还是某种外星人造物 2026年3月 当它掠过木星时 环木星轨道的探测器 还将获得近距离观测的机会 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 或许能让我们读懂宇宙早期的密码 当然 那类杜撰的影片内容依然还会有 但当你下次看到时 可以多留个心眼 不用焦虑 如果真的外星人来了 还是那句话 你想不知道都难 所以真实的3I Atlas 是人类了解宇宙的宝贵机会 它确实在太空中静静飘移 而它比虚构故事更让人惊叹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提醒大家 好奇心是探索的动力 但真相才是探索的核心 最后依然是我们的脑洞时间 你觉得在宇宙如此巨大的空间中 会不会真的有体型如此巨大的生物 欢迎评论区聊聊